大家好 我是胡明星 在上一节课程当中 去给大家介绍了OIM的常用操作 增山改查 查询的知识点的话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这节课单独的去再给大家讲一讲查询 查询的话 查询给我们提供的一些API的方法 这样的一些方法 它其实主要是在一个creaset的对象里面 creaset的对象里面 creaset的话 creaset的话是一个查询结果极乐这样的一个对象 它是一个惰性的 它是一个惰性的 我们先去把我们要用到的modules 先把它导入进来 那比如说我去查询 所有的出版社的信息 然后并且把它保存到一个pop list的一个编量里面 好 它其实返回的其实就是一个creaset对吧 一个creaset的对象 这个type的方法的话可以查看到对象 它的一个类型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东西 查询结果集的对象的话 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可迭代的 另外一个是可切片 可迭代的话 很好理解 就像我们用列列表或者是圆主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for 比如说去便利 我们的查询结果集 我们可以去便利它 那比如说便利出来之后 我把它的出版社的名字给输出出来 对不对 可以看得到 同样我们可以去切片 可以去切片 去切片的话 大家在学习圆主和列表的时候 我们也经常会用到这样的一些切片的语法 对吧 那比如说我这样切片之后 那它的一个结果集就只剩第一个的出版社的信息 对吧 第一个出版社的对象被切出来了 OK 那这个查询结果集的对象 这个类型有一些什么样的API 有一些什么样的API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给了大家的一个官方文档 这里面有详细的去介绍 详细的去介绍 它的一个API的一个使用情况 使用情况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读一读 然后我在这上面也给大家去总结了一些常见的API 好 比如说Gate Gate 当然这个Gate的话呢 它返回的话 注意这个方法 它返回的不是一个QAC的对象 它是返回的一个module对象 好 返回的一个module对象 好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使用一下Gate这个方法 这个Gate的方法 ID等于1的时候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使用Gate的方法去查询到的 我们使用Gate的方法去查询到的 它其实是一个module对象 看到没有 是我们的populity的对象 而不是QAC 而不是上面的QAC 我们使用Gate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之前有很多同学 就以以为Gate也是一个QAC 所以造成一些误会 这个Gate的方法的话 它很容易发生异常 Gate Gate就是只有在尤其只有一个的时候 它才能正常的使用 如果是你查出的 结果 它是大于或者是小于一个都不行 比如说我ID等于100 那肯定没有ID等100的 那它就会抛异常 所以你会看到它抛一个大 Node XSET的一个异常 对吧 如果是你查询到的结果是比较多的 它也会去抛一个异常 也会去抛一个异常 只能这个Gate 它只能返回一条数据 尤其只能返回一条数据 如果是没有返回一条数据 你们就 你们可以用异常去捕获它 OK 好 这是这个Gate 然后all方法是查询所有结果 对吧 查询所有结果 filt是条件查询 同样 all和filt返回的都是一个crisit crisit 比如说查询 ID唯一的数据信息 对吧 查询ID唯一的数据信息 我们就可以用filt 用filt 书籍 这个不是数据 书籍 所以这个地方查询ID唯一的书籍信息 我们可以就用一个 filt的方法去查 那则是一个book book book list booklist 然后呢 同样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booklist 他也是一个crisit 他也是一个crisit 对吧 也是一个crisit 好 这个查询出来的结果 对吧 是一个 book object 对不对 是一个查询的一个结果 crisit 好 除了这个filt 还有exclude 这个方法呢 就和这个filt是相反的方法 相反的方法 就是一个是filt是查询与条件相匹配的结果 另外一个是查询与条件不匹配的结果 所以他们正好是相反的 然后还有orderby orderby是对查询结果进行排序 那这个呢 是对查询结果进行一个反向排序 反向排序 这两个也是正好是相反的 正好也是相反的 好 还有detink的删除重复的记录 以及values values values是从一个 crisit里面 它是返回了一个values的 一个crisit 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是crisit的一个子类 一个子类 它返回的是一个 值点 一个可迭代的一个字点 你想要去 返回某一些字段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到它 好 这个valueslist和这个呢 是很类似的 很类似的 只不过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原主的序列 好 然后count 好 count 是返回crisit的一个数量 就是一个查询的数量 是多少 有多少个 有多少条记录 可以用count去获取 那first呢 是返回第一条记录 last是返回最后一条记录 一个size是 是否有包含的数据 包含的数据 好 比如说first和last 好 我们在进行all查询的时候 all是查询的所有 对吧 你如果是想要从这个crisit里面 去敲出第一条记录 你可以用first 对吧 用first 你就能够获取到第一 就这个crisit当中的第一条的记录 对吧 第一条记录 好 好 last也是 好 last呢 是正好相反 取最后一条 对吧 取最后一条记录 好 这个呢 其实和我们的切片的方式是类似的 切片的方式是类似的 好 比如说你不用 这个first的方法去获取第一条记录 你用切片的方式去获取 其实也是可以的 好 同样你要获取最后一条记录 你也可以不用last 你也可以这样去做 切片的方式 就很多方法 他们提供的功能其实是类似的 条条道路通罗马 OK 那xize就是返回的结果当中 如果是有数据就返回处 如果是没有数据 那反回force 好 这个也很好理解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的查询结果 很明显all是有数据的 所以他返回的是处 如果是我的这个all里面 查询没有 结果 那返回来就force OK 好 这是这些方法 了解这些方法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实例 发行实例 好 查询id为一的书籍信息 并且只显示书籍名称和出版日期 好 我们的这个书籍信息 我们前面好像有写过这条语句对吧 我们使用的是book.object.felt 然后呢 id等一 好 注意了这个地方要求只显示书籍名称和出版日期 所以我们要对它的一个显示结果 哪些这段要显示做一个处理对吧 所以我们这地方可用values 或者是value list 好 比如说我们用values 好 我们要显示的这段信息是 书籍名称 书籍名称 我记得应该是title 好 出版日期是 publish data 好像是这样子 好 然后回车 好 回车之后 我这个values好像写错了 对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 好 再回车 好 这个地方说我的这个字段名没有找到 那可能不是叫publish data 我看一下是叫什么名字 是叫这个 叫这个很长的一个名字 好 再改一改 好 它的这个字段名 写错了 字段名是叫这个 我直接粘贴过来 好 现在再来 好 这样的话 好 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查询结果 对不对 就只显示了 就只显示了书名和出版日期 那要注意 我们用values这个方法去筛选显示的字段的时候 它返回的是一个字点 它返回的是一个 就是这个列表里面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字点 对吧 看到没有 大括号 对吧 花括号包含起来的 而value list 我们还有一个 它有一个兄弟方法 就是values list 那这个values list 好 values list 这个values list 它返回的是一个原主 看到没有 里面是一个圆括号 所以这两个方法 其实功能是等价的 只是说它返回的 结果一个是字点 一个是原主 ok 好 这第一个 好 第二个的话呢 查询所有出版社信息 并ID降序排列 好 出版社 那出版社的话呢 是pub list 好 然后呢 object 点 查询所有 好 all 然后呢 排序我们用order by 对吧 我们前面的排序 order by order by的话 因为它是要求以ID降序排列 如果我们直接写上ID 那它是生序来排列 生序 生序来排列 所以安徽 安徽大学 所以排在了第一位 对吧 同济大学排最后一位 我们要让它降序的话 很简单 就在前面 就这个 字段名前面 加一个减号 那它就会变成降序 看到没有 变成降序 同济大学 好 然后安徽大学排到最后去了 OK 好 这个降序 那这样子做 好 如果是你不用这个方法 你如果是不用这个方法 你也可以这样子去做 你可以用这个反向排序 这个方法去让它达到一个降序排列的 一个作用 也可以 好 所以你看我这样前面依然是 这个ID用生序 但是最后对它取一个反向的排序的一个结果 所以执行之后你会看到 其实是 和我们刚才在ID前面加一个减号 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对吧 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OK 好 那第三一个 查询出版社所在的程式信息 然后程式信息呢 不要重复 好 程式信息不要重复 我们要去查看 出版社所在的程式信息 我们可以用Values 去查看到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些程式的信息 对吧 好 它要求不要重复 不要重复 我们去重复是用什么呢 用Distinct的 好 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可以呢 在这个查询结果集后面 我看一下能不能再用Distinct的 OK 可以 那这样的话呢 就没有重复的信息出现了 对吧 那 合肥 合肥的话是有三个程式 我现在去掉之后呢 只会显示一个 对吧 好 这是 这一个 好 查询程式是北京的出版社 城市是北京的出版社 好 同样我们还是一个Filt的方法 好 Filt的方法 Sit 等于 北京 对吧 那就查询到了 好 我们刚才有说过 这个方法其实是和Filt相反的方法 好 你们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好 你会看到查询出来的就不是北京的结果 对吧 好 不是北京的结果 好 其实 这个 这个exclude 它也可以等价于我们 在这个地方写一个不等 对吧 写一个不等 但这个不等的话呢 在这里面这样去写不行 这样子去写不行 所以它用了这个exclude的这个方法呢 去代替它 好 去代替它取反的样一个结果 OK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不能直接写不等的 不能直接写不等的 会出错 好 然后第五个 查询男作者的一个数量 男作者的一个数量 我们的作者的信息是在 性别的信息是在这个 isor detail的这个模型里面 对吧 是在这个模型里面 所有的 作者信息 对不对 有三个作者 一二三 难得有多少 难得有多少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filt去 6等于0 6等于0的 难得有两个 对吧 难得有两个 然后我们要统计出一个具体的数字 我们可以用一个count的方法 好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是返回的一个结果 2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它生成的c语句 其实是那个的count信 他做了一个count 这样的一个查询 在c语句里面 OK 好 这是 好 这是这一个查询 criset的一些常用的api api 当然我这地方所列挙到的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很小的一部分 然后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在班会课里面还会再去讲 班会课里面还去讲 因为这一部分的内容 其实涉及到的内容蛮多 除了这些常用的api之外 还有一些常用的查询的位置 查询的位置 好 那些位置的一个使用 也是一些知识点 就我们在写filt的时候 在写filt里面的这个查询条件的时候 它里面也提供了很多 一些位置的使用 好 我搜索一下 给大家在这个关文档里面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好像还没有 这里面好像没有总结 那这部分的内容 我到时候在班会课里面的时候 给大家去总结一下 这地方是有 下发现下发现GT 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查询的位置 或者你叫查询的条件也可以 查询的条件也可以 好 还有什么下发现GT 还有下发现 ALT 当然这地方它没有举例 好 这部分内容 我后面再给大家去总结一下 在直播课里面去讲 OK 大家仔细的去消化一下 这一部分的内容 那我们的课程呢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